嗨 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呢為大家教一個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或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的小技巧 不管是Windows 10或Windows 11 現在你開機的時候都會卡在一個畫面 那這個其實對安全心來講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扛著筆電出於外面 你沒有設密碼或PIN碼的話 可能陌生你就給你打開拖看你的秘密 但是如果這台電腦 都是你在家裡使用 沒有別人會用的話 每次你開機啊 都要打個密碼 老實講我是覺得有點煩 今天呢就為大家教一下說 那其實這個部分呢 之前阿達也有教過 Windows 10如果關閉的文章 大家可以看右上角的一個連結 但是呢這個方式 在Windows 11有的人可以用 有的人不能用 那今天我教一個 那首先呢 先看到 現在目前有一個PIN碼的畫面 那一樣我們正常就輸入PIN碼 那一樣我們正常就輸入PIN碼 接下來怎麼關閉呢 你就按開始 然後設定 然後接下來就點帳戶 帳戶這邊你就在選你的資訊 點進來之後啊 這一個Microsoft帳戶 然後這邊有一個 改為本機帳戶登錄 那我們這個點一下 那這邊就會問你 是否確定要改成本機帳戶 我們這邊就按下一步 接下來就輸入你本來設定的PIN碼 這個時候我們就打完PIN碼 接下來他會問你 要不要再設定新的密碼 不要設 就直接按下一步 然後登出並完成 完了 接下來他就只有登錄 那接下來那個 這樣子他就直接開啟 就直接進入Windows畫面 那我們來驗證一下 我們現在直接重新開啟 看一下他會不會再出來 輸入PIN碼的畫面 有沒有 直接進來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呢 你還不會的話 就把它學起來 也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教學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